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十一章,我是Coco 一次啪啪啪持续多久才是最好的 快看看你拖后腿了没有 啪啪啪对于夫妻而言 既是夫妻关系的纽带 也是彼此感情的润滑剂 每一次啪啪啪的时间越长 夫妻性生活可能就会更加的和谐美满 啪啪的时间真的就是越长越好吗 啪啪啪实际上是一项加快身体能量 消耗与新陈代谢的运动 在此过程中,男人的丁丁和女人的妹妹 都处于一种冲雪的状态 人体的很多的器官也参与到其中 和其他的运动是一样的 做得过久也会出现呼吸 心跳加快,出汗增多的现象 因此以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为宜 速战速决行不行呢? 啪啪啪的时间过短 还没有达到苏麻万我的境界就已经结束了 可能就不会尽兴 也会引起女方的不满的 你说是否会经常听到关于啪啪啪太快的抱怨 或者是听到运动太久以至于累的死去活来呢? 这似乎有一点矛盾了 长了也不行,短了也不行 一次啪啪啪到底多久合适呢? 一次多久才会让女人得到性的满足呢?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有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什么样的 有研究表明不包括前夕的啪啪啪 平均的时间为5.4分钟 但是呢,也有研究得出的时长却是7.5分钟 还有研究表明啊 进行11到13分钟的前夕后 再啪啪啪的话呢 会让人很满意 时长大概到7到8分钟这样 然而参与者却认为这个时间还是太短了 不够长 参与的女性表示她们需要更长的前夕 同时呢,还需要额外的14到16分钟的啪啪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突然就想起一句话 这些研究结果呢 就表明了决定啪啪啪的持续时间的关键 实际是前夕 再来前夕它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记得和你的另一半 好好地去享受前夕 同时呢,更长的前夕 也有更可能地唤起女性的欲望 事实上呢,研究人员给出的最关键的建议就是 更多的关注啪啪啪的质量而非时长 这个一定是对的 你没有听错啊 质量好了,你就可以上天了嘛 啪啪啪的时候呢,就是要寄精会神 好好地和你的另一半享受这些美妙的时光 因为呢,和一段持续并不是很久 但是又很高质量的啪啪啪相比呢 质量低,而且时间长的啪啪啪呢 就是并不会彼此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所以相比之下呢 质量比时长更为重要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